五十八年, 工作了五十八年 逆境的時候, 你要問自己的條件夠不夠 當我在逆境的時候, 我認為我夠 因為我勤力, 我坑勁, 用毅力, 我肯求之, 肯建立一個書業 到十七歲之後, 我知道我自己是很大的機會 我將來可以創事 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過去的信念是對的 五十八年, 李嘉誠從一無所有 發展到今天, 擁有四間上市公司 市值三千億 他面對的順語役 見證了香港戰後以來, 創出的經濟奇蹟 最上六點, 現在有黃絲銀報告新聞 美國股市暴跌, 獨禽絲工業平均指數七個月以來… 那我不管晚上幾夜, 睡覺也好 早上固定, 終點起床 早上一定, 五點五十九分 一定留鐘響, 一定起床 聊天, 心機, 播生物 那就是一天一虛次了 早上, 李先生 早上, 李先生 早上, 早上 早上, 李先生 早上, 早上 六點多打球了 打了一半小時 這個一半小時就真的完全屬於我自己 這個電影 這個終點之後 其他業務, 其他工作 你都不能說一定屬於我自己 這個早上, 一個半小時就完全屬於我自己 你拍電影拍掣的 我覺得李先生的球 我跟他做人一樣,很實在 他是實力派的球手 姿勢不是認真說好好的 但實在也不得了,打出來厲害也不得了 我就正好相反 我一開始學,我就跟先生學 我姿勢很正確,不過經常輸給他 做生意,你都要頂 打球一樣,你帶一棍屁 你打得不好也好 如果你的心能夠頂一點,有計劃一點 不是表示你的洞就會輸 等於做人做生意,越高越低 比如處著疫境的時候,你就要想一下 我怎麼來應付呢? 李嘉誠經歷的最大疫境 就是童年要面對戰亂、悠患和貧困 日軍侵佔中國帶來了多少慘痛回憶 改寫了多少人的故事 我記得1938年,我剛剛讀書初中的時候 從日本飛機炸潮州 時間一年多之後呢,就是來香港 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呢 就是我爸爸跟我在香港 沒有幾個月呢,他就進公立醫院 就有快病 因為他快病進醫院,你就要去買一些 那些舊書有關,怎樣醫治肺病的 還有怎樣令到他的肺病呢 即是日常在醫療的期間有幫助 不去不聰明,不去買那些書來看就好 公司十三歲而已 一看了之後呢 你才嚇一跳 所有正中我全能有 說弟弟那段時間很辛苦 那個苦盡呢 你沒有一個人可以讓你說 你難道寫信和媽媽說 絕對不會的 一生之中呢 任何不得意的事 永遠不會沒有和媽媽說 和我爸爸 只有一件事呢 到今天 引自己呢 恩愛到自己 在當我爸爸過生日前 不夠一天 他倒進來 他沒有事可以跟這個兒子說 他變成問 你問我有什麼事可以跟他說 你說 如果你想一想一層 真是都寄給他 是不是 但是呢 我跟他說得很有自信 你安慰他 他說我們一家一定好 當時自己說給自己知道 如果我要和我爸爸說得這麼確定 你都要加倍努力 你才是有這一程度 人家說求學 自己是搶的 真是搶學問 沒有錢買書 去買舊書 而買的書呢 是買著那些 老師救高中生的那些 學生的課程 這樣我變成 只要一本詞去 一本那些老師救學生的那些 課本呢 我就可以自收了 所以一路呢 我舊書看完 我又再去買了那本舊書 所以在那個環境之下 自己一方面 為了一個前途 無論那個工足 是變成低微也好 是 你小朋友十四五歲 懂得做什麼 但是呢 都是全力使用工足 做得好 自己學問太高 好 一九四五年 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之後 百費待興 社會一片蕭條 從內地不斷湧入的難民 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 帶動香港的工業發展 李嘉誠一九四五年 做塑膠推銷 五零年 他創辦了自己的塑膠廠 取名長江 我小小的表面謙虛 但是根本呢 是很驕傲 因為為什麼驕傲呢 你人家在路犯的時候 你求毫無 自己呢 大家都是受這麼小的 舊育的同事 你每天看到他呢 保持現狀 而自己呢 每天的學問好 一樣 做事 打工好 我一直是想去 所以當我自己做生的時候 我自己警惕自己 說你這個驕傲的心呢 如果有的時候 遲早你一定會做生 所以我才做個公司名 做長工就是這樣 長工不則曬流 就是不嫌棄 你曬的河流 曬的泉水 我都吸引你 如果不是 怎麼能夠成為成功 創業第五年 李嘉誠墊下他成功的第一步 這一年 他準備付運的一批塑膠玩具 訂貨的貿易公司 臨到最後一刻 突然要求取消訂單 當時李嘉誠並沒有要求對方賠償 我收了這些貨 我現在都很多人客人 開始的損失我一個先不開你 日後你如果有什麼生意的時候 我們可以建立更好的關係 那這件事之後呢 我都忘記了 那有一天 很奇怪 我做這個 我做塑膠花的開始 應該是1956年吧 56、57的時候 就一會兒 就有個外國人走來我們 說某間某間公司介紹我來的 他說你是全香港最大的塑膠花廠 然後說我的規模多大 我都啞口無形 當時我都不是一間大廠 我是一間小廠 好幾乘 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 美國人客 訂了很多貨 第二次訂了六個月 為什麼結果我發現 原來當時這間貿易公司的負責人 剛剛認識了這個西人 西人的北外也是另外一間貿易公司的高級職員 他就跟他說這個人你跟他交易 什麼都算得過 即是直接跟你說了 我看他能夠說的好話都說了 理論就是這樣 就是你看看來是吃財的事 往往變成非常足足的事 來吧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是香港工業的蓬佩時期 直到七十年代漸漸走下坡 位於中環這棟舊式寫字樓的潮橋塑膠廠商會 是李嘉誠在他做塑膠高峰時期有份創立 今天他在會內仍然保留會籍 他六十年代已經開始有名的了 從塑膠一路擴敵了 七年代他還在做塑膠面 不過我知道工業一路都比較難做一些 但經過一晚之後我想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要拿回香港 不需要用這樣的辦法來拿 所以我反過來 我把我多餘的資金 我當時買了不少地震 六七年那個機會 我可以賺到錢 但不是多到天榮數字的 戰後香港人口不斷增加 由戰時六十萬到七十年代 已經增加至四百萬 地小人多, 刺激到房地產的發展 李嘉誠在這個時期 放棄工業, 轉移投資地產 你怎樣登記的升職一路上升 我在1972年初就和李先生做事了 那時公司都還未上市 我覺得李先生是一個很有軟見 還有很有目標的一個人 我記得有一次在業務會議完結了之後 我隨口說公司的業務 將來會是華資地產公司最好的一間 那怎知李先生即時回應 他說我們要比置地更加好 英資在當時來講 是完全 就是遠遠超前了所有的地產公司 而說超越置地 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回事 但是我都在1977年 我們擊敗了置地拿到地鐵上蓋發展權 即是中環地鐵上蓋發展權的時候 我就覺得李先生是把不可能的事 都可以實現到 1972年, 李嘉誠還趁股市興旺 將公司掛牌上市, 壯大規模 本人將代表董事會同樣 歡迎局委出席五屆股東周年大會 當在70年代一開始的時候 目實力比較好 開始注意外資控制的機構 感覺到他們用很少的股份 來控制一個很大的資產 假設我能夠收購這些公司 我除了拿它資產之外 裡面有一部份好的人才 也都有用 也都對於我將來 假設我發展跨國公司的念頭 也都有工作 當時你已經想著 已經是這樣 當我上市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一個理想 我不會做到這樣 好好的 在開埠以後 英資集團一向操縱香港經濟的主導地位 這個局面 一直維持到1979年 79年9月25日 李嘉誠宣佈從匯豐銀行手上 買入英資第二大洋行 和記黃暴取得控制權 為香港經濟史上揭開了新一頁 當時的傳播媒介 沒有看到一點匯豐為甚麼賣給我 最大的原因是 誰能夠買這些股票去管理 去領導這間公司可以更好 我1979年的時候, 我的想法 第一, 我買這個外資的公司 那個好處就是 我用一元付出一元的東西 去買到兩三元的價值 這個給我買地產更好處 我們這個大家庭 現在的人數 我相信在200年的時候 我們海外和香港的同時 會增加三分一 所以如果一個小公司家庭的生意 你自己動手動腳去做 但是到你這間公司大了 要令到那些人工有歸屬感 令到他瘟生, 這個是好感人 好感人, 你好感人 所有的公司和我的關係非常好 好開心 我知道最簡單的就是知人善良 但你原則上一定要令到他有一個乖屬感 他喜歡你先 早安 當廣場的事, 最後的問題也解決了 正式簽署應該已經幾天了 好, 正在做事了 每個高級的同事 他們都知道我最重要是要有後裂 在開會之前 對方明白了轉行成點 而我也明白 他在做的是什麼事 大家變成開會之前做了空活 不浪費時間 有些人只懂得跟你說困難 他們是希望你幫忙幫他想 他的困難怎麼解決 而最後實在來說 如果他準備得好 往往他提議應該是最好的 而等於 譬如簡單來說 你一個縱司令 在一個集團關的統帥 你難道去拿一支機關槍 你比機關槍還好嗎 你去炮兵的部門 你都未必能及到那個炮兵操縱那支大炮那麼好 你一定 但是這個集團關鍵 總司令你不會管那些 你只懂得這個弘揚的戰略是怎樣 所以整個組織是很重要的 Louis 你上高那裡 你人手夠嗎 夠 現在已經加到七十幾八十一了 我曾經帶他去公司 看過我們開會就坐在那裡不動的 目標不是救他做生意 目標是救他說 你看看 做生意不是這麼簡單 要多少心血 多少回憶 多少人的工作 而是有能性的一件事 在一個富家的子弟 你這間溫室長出來的植物 你無論大樹也好 什麼也好 那間一定不是很強的 你再放縱它一些 將來它一生生苦 有什麼打擊 有什麼逆境的時候 它不能夠應付 我雖然不是說我很力氣 但我可以說 我這棵小樹是由沙蛇風而長出來的 你在生上 你試試沙蛇長出來的小棵的樹 你去拔的時候 你幾能拔得出來 研究香港的學者 經常持一個論據 香港從戰後一窮二白 到七十年代擺脫貧窮 靠的是維多利亞港 和勤奮上進的香港人 踏入八十年代 香港已經成為亞洲一個經濟奇蹟 我試過在香港電台有一次 選過風雲人脈 那時你們訪問過我 我說過一句話 李先生 我想請問你 你今天的成功 那與雲氣的關係有多少呢 我這麼說 我不能否認這個時勢做英雄這一點 第一 我根本就不是英雄 我那個時候 我說得謙的 今天我最坦白的 再說多一點 最初那一段的事業 幾乎百雲之一百 是靠沒有命運可言的 靠你的工作 靠你的工作 辛苦你的工作能力 而賺到錢的 投入很厲害 你要對你的事業有興趣 今天你對你的事業有興趣 你一定的工作能力去做得好 Amy 李先生來坐下電話 維嘉誠 一直到今天 李嘉誠仍然相信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對工作投入才會有好的成績 等一下 那他在哪兒呢 維嘉誠 有甚麼特別的事 你有沒有看過摩登聰那裏有甚麼事 他知道 我試過 剛剛香港四天的停市 我不是在香港 我在這裏 變成兩邊的電話一齊響 兩間房子的電話一齊響 為甚麼 這邊要問問題 外國要問問題 走來走去 我也是這麼應付 執行了 亦都明白 你做某個職份的時候 你就要那種負擔 經過半世紀的經營 李嘉誠的業務 已經由塑膠轉移到地產 再發展到港口 通訊、酒店和零售 經歷了八十年代香港經濟 由工業走向服務行業 二十年 這女生和我一起做二十年 今天他旗下四間上市公司 擁有員工六賣 是世界上最大規模 一百間公司之一 是世界上市公司的經營 是世界上市公司的經營 好的交易不停留在一段時間 所有人都想要的 所以一個人是快樂的 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快樂的交易 他會得到好的交易 他的故事是關於好的交易交易 今天局委身處在 損失盟變的社會 應該求知 求創生加強能力 在環境基礎下, 力求轉展 該安私銀 你說你做得多好也好 你時時要準備 很少我就嚇過人不會 你不是走來的 你不是走來的 過去這麼多年來 往往在股票市場、物業市場 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反而投資多了的一個因素 就是一向有準備 就是好的時候不會看得太好 難的時候也不會看得太好 1998年我們都依然要有信心 乾杯 大家多喝點 好, 好, 好 1982年, 前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這一交 帶來香港動盪的十五年 韓生指數下跌了五十五點 衝破了七百八十點的心理關口 其後的西部持續 始終是… 太軟了 你去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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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 買東西 好 然後 在香港, 外招數下跌 一個定率 香港市場的日本港幣 7,80拿股票 樓局 即是一米港幣 到底是在市場 不要搞? 八二八三 中英銀判勤公司 香港股市、物業市場 大不好的時候 我記得還有一個碼頭 大陸號碼頭 我都是用一兩億銀 就拿到一個大陸號碼頭 四個泊位 但是在大七號碼頭的時候 後來投到四十多億 所以在那時候 這個是我的決策 就是在最不好的時間 極很大的空間 所以奠定這個HIT的地位 Jane 是 你看 接電話叫做 知道 八四年對李嘉誠來說 是重要的一年 當年他發展六號貨櫃碼頭的決定 令HIT今天能夠在香港市場 穩佔領導地位 同時為他發展跨國事業 奠下基礎 八四年對每個香港人來說 也是重要的一年 中英兩國領導人 在這一年簽訂聯合聲明 決定了香港人九七年後的命運安排 當時李嘉誠獲邀請上北京 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過到時期開始 他一直被中國政府邀請出任基本法草委 我求的就是能夠自己能夠對自己為香港人之一為自己為其他香港人 我最擔心 我有幾個基本的我堅持 第一 這個 這個自由經濟 這個財產出入自由 就是你要付錢出去 付錢進來 是不需要特別的申請 第二 出入自由 出入自由 我一方面 他應該一事動人 以保留到香港的永舊該盟的身份 八四年也是李嘉誠耿耿於懷的一年 這一年他跟光大集團買賣城市花園的交易當中 其後被政府委派的內幕交易審財處裁定 觸犯了證券內幕買賣條例 結果長江集團內四名董事 包括李嘉誠在內受到公開譴責 那件事是一個富途的 我今天來說 第一 所有董事沒有人買賣這隻股票 我已經在報紙說過 我現在說也不犯覆的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跟黃公英先生簽這個買賣合約 他去我們買的 應該是好消息的 他前三兩天他去賣了這些股票 調整例 取消是壞消息 他取消前去買股票 你們明白嗎 應該如果想賺錢相反過來就是 那你怎麼說到這個內幕消息 我從來的陷阱呢 我都不會特別高興的 當時這個財邊這個內幕交易消息之後 香港政府給我的CBE 我拿了一個很高興的 當時我第一個念頭就是 在這個內幕交易之後 你Tribunal去說呢 要受這個內幕交易的譴責 另外一個是代表政府的 是給你這個榮銀 一切都轉在北營中 八十年代尾 香港的政治氣候風雲不定 李嘉誠在事業上 面對一次又一次挑戰 我坦白說很傷心 絕對是傷心 公司內部的衝擊就很大 簽冊問題 說到最劇烈的時候 我說過一句 以後人家不敢說 我就說 如果要簽冊 先問問你們有沒有法子 簽了李嘉誠這個主席 如果沒有法子的時候 以後不要再提簽冊 九零年代初 當時我的決策就是 公司一定要向海外發展 如果不是 公司的前途真是有限 因為很多我們要做的事 都挺阻滯的 當時香港來講 我們已經有個陰影 就是怕人家說 我們攀衝的貨櫃 做得大什麼 時時有這樣的陰影 雖然當時的政府 並沒有明言說你太大 但你可以smell得到的 你要為股東爭取最好的回報和出路 你就只要向外面發展 3、2、1、Go 踏入九十年代 香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 頻頻亮相國際舞台 實力洪厚的香港財團 也趁機進軍海外 擴大投資空間 李嘉誠早在1986年 已經有計劃地開拓他的跨國業務 經過過去這麼多年來 地產當然是香港 一個賺錢最好的生意 但就沒有道理 你當一個行業 你可以永遠好下去 到某個時候 自然飽和 或者政府有個生意政策 所以這個老祖我意料得到 所以我一直在公司上市 沒多久 已經一直這樣做 開始看外面的投資基金 1986年 李嘉誠看好加拿大的石油業 於是投資三十四億 收購石油公司Husky 不過第一次的大規模海外投資 最初幾年 效果並未達到理想 反而因為過度擴張 而令公司負債急性 最後他再動用三十五億 全盤收購Husky掌握管理權 Husky的經驗 令他再一次認證企業管理的重要 今天在世界這麼大的競爭劇力之中 你做多一點就贏一點 好像奧林匹那樣 你看一二三四名 雖然第一跑第一 但他贏過第二 或者贏過第三 就是那一點 如果你跑短程 可能不夠一秒鐘 贏過一些 所以就是贏的了 你快點這麼多就是贏 在Husky之中 我們的經驗就是 管理要現實 中間初初開始 管理是要鬆省的 Husky這裡大約1500個員工 我派來這裡的人 其中有兩個人 跟我工作都成二十年多 有一個都十幾年了 這裡現代的人 他做一做都是我們自己人 所以這個可以說 取之無絕 用之不極的 就是你對人好 另外我是靠一個制度 而重要的決策 是要經過香港同意的 所以呢 這麼多年來 都做得很好 就是靠個組織 靠個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和固定的會議 這個分別的分別 這個分別應該是48 哪些分別是我們 哪些分別的分別 他們相配合 他們相配合 就問先聽 然後呢 今天再聽他 逐個逐個來 發表他的看法 他給我數字 他講完的時候 我又問他的事 到最後的時候 我有個結論問他們 是不是我們公司 這樣做這樣做 是不是好一點呢 Becoming part of a merger A merger with who 我最等到逐個逐個來 看他的意見 到他們都同意我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就說 啊 我們應該這樣的決策 這樣的決策 每個人呢 變成老祖 我已經得了他的想法 我當然他非常同意 和支持 所以一件事呢 你看來很複雜的事 如果你處理得好 人家高興 他做事勤力 還有呢 他心誠意福 那裡就很開心 在這個時間 我認為三個問題 是在我的心裡 第一 是 我想得到所有你的思考 我認為 在美國 需要更大 你同意嗎 對嗎 是 如果我認為 我們不妨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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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 發展之外 是比較少 大規模 在西方國家 來 重造 新的事 我相信 在我 現在 所做的 例子 之中 亦都可以 令到 將來 香港人 和整個 中國 有很多機會 投資在外面 亦都可以 令到我們的事 不止 行為自己的國家 還可以擴充到 全世界 一九九一年 李嘉誠 開始進軍英國的貨櫃碼頭業 九四年 全資擁有當地第一貨櫃港 Felix都 Felix都那邊的深水港 我們越來的生意越來越多 越來越猛了 而這邊獻有它的生意和地方 只餘了25% 就是75%的地方 和生意 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們那邊有很多生意 可以移回來 這是兩例 好的 謝謝 九八年初 他在收購英國兩個港口 重點發展港口跨國業務 彈圓之地的香港 竟然可以操縱全球最大的貨櫃吞套糧 我們現在在全世界的貨櫃 那些泊位上百十多 去年佔全世界的市場佔有率 百分之十一 又多了 沒有意外的時候 到2000年左右 或者2001年 佔百分之十五 我們現在在歐洲 很多個國家 甚至連德國 都很歡迎我們去 我只是想說幾個事 首先要說幾個事 我們想說幾個事 我們是為了 為了 在大陸的大陸 和大陸的投資 我認為我正在說 他們現在是最大的工業 在大陸 最近我去加拿大 英國看公司的業務 做得非常好 在現在香港這個經濟 丹麥的時候 我更加需要外面的公司做得好 I hope you will I'm guaranteed something's gonna happen, am I? Right 李嘉誠的海外投資 到今天 已經發展到世界二十四個國家 港口以外 通訊也是他的投資重點 當你看到成果這麼好的程度 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我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心情 為甚麼不愛多一、兩天在那裡呢 我也是很急的香港 你們每個人都看到我們這個三文稿 1998年是香港艱難的一年 李嘉誠八月底公布公司上半年業績 盈利大倒退 是十年來最差的一次 一時的經濟好壞 我不擔心 我現在只是擔心社會佛系 各個政策、各個結構是改變了 東香港 以此面對這麼大的經濟困難的時候 我是找到最少兩個很大的財團 他們比較我們重大的 肯跟我在香港續一個大的長期的投資 但是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 我回頭想一想 今年初 我們在一個架高者得的政府一個投標之中 我們投到兩幅地 但是結果呢 受到一些從政人士的會議 當時呢 我感覺到 是不是我們香港的過去的和諧的環境 逐一逐一消失了呢 是不是我們的基本因素 好的因素會慢慢沒有了呢 我想起過去幾十年 當香港經濟低潮 的信心失低的時候 我差不多每一次我都去投資 逐出大量投資 尤其是在83年左右至到85年的時間 也都是算心低落 經濟也都是不好的時候 我都是逐出很大的投資 超過一百億計 根本 過去和現在的政府 從來未擇有一絲一毫給我特殊的權利 但是呢 政府是有責任 來增強香港和國外的投資者的信心 來增強這個就業的機會 香港人呢 肯接受現實 肯勤力 肯應變 肯重生 如果我們能夠學到過去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那種拼搏的精神呢 我對香港人非常大的信心 畢竟這個地方 都是我們苦今而共的家人 是否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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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生的歷程跟普通人不同 我自己來說, 沒童年 我十歲就逢戰亂了, 走來走去 初初為了生活, 以後就為了事 就是這麼不停地工作 我自己一生認為, 自己年輕時所缺乏的事 譬如失學, 譬如對醫療憑病那些 如果能夠做多些事 在這個時候精神還可以應付得來的時候 就想好好地利用一下 十幾二十年, 當我兩個弟弟都是小的時候 我都是跟他們在浮湖當時來到夏天 在這裡爬獨木舟什麼東西 我們當時爬獨木舟, 一樣的山, 一樣的環境 一百年後, 一千年後 一樣的山, 但是人就不同了 如果你想到人生都是短短的一程 自己也希望在這個世上能夠做得到的時間 尽量做得到的, 可以在這個世上能夠做好的種子 也值得的 在忙忙碌碌的事業以外 李嘉誠追求的是他寧靜的內心世界 在五七年, 五八年 最初賺到多一點的錢的時候 那一年是很快樂的 那是不是真的人生有錢就是應徵快樂呢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個迷夢 有個感覺也不是說一定的 那後來想來想去想通了 事業應該多賺錢 有機會的時候你花錢 那你這一生賺錢也有意義 不要斬 不要斬 行了 你先來這裡看看 這個就是你眼裡的內皮細胞了 那我們要數一數是你實際上得不夠的 那現在這些千進而起以前是用銀手掃的 現在我們下了一些位置 他的肌肌就不能夠計算出來 那這一張就是… 多謝, 多謝, 多謝 很漂亮的小花 這些都是好千進而起 都是謝謝你的贊助 謝謝…這是第一次見到的 五月份、六月份 李嘉誠去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北京大學和兼橋大學 為自己出錢捐助的建築物和設備 主持揭幕 短短兩個月 他分別在三處地方捐了二億港元 在教育和醫療的用途 金錢的價值對他來說 就是要用得其所 那天早上駕駛鑰匙的時候 就跌了一個區, 兩蚊 兩蚊呢 他剛剛停在大個輪到大個的車輪下面 那個車子只要滾一滾 那我就不用看他 又出來切兩蚊 話了 我就跌下來 店裡拉肚 họ 比較好 一個印度人的空間 他當時看到我 我說,你為什麼一直想 他幫我收 撿了兩元出來 我就兩元自己拿去 我就掩一百元給他 那我有故事的原因是怎樣 那兩元呢 如果我不理他 一輛車輪一輪就落個坑 這兩元就在世上沒有了 但是這兩元拿回來 那一百元我給他不會沒有了 他一樣可以用 總之錢可以花了 但是不可以浪費 我覺得爸爸他很懂得用錢 他很懂得用錢的意思就是 他知道他生命之中 哪些東西對他是重要的 他覺得如果他可以在他一生人之中 幫到一些沒那麼幸運的人 無論在醫療 教育方面的東西都好 他覺得那樣東西他做了 令他感覺上更加富有 他老實說 問他今天有沒有蝦滋滋 剛才我拿著他 通常我們禮拜一晚上 一定聚在一起吃飯 如果不是在這裡 就是在外婆那裡 每個禮拜如果是 大家都說明是星期一 那些時間可以容易預計到 我常常說他蝦滋滋滋 我就叫他不要蝦 剛才我拿著他 你不要蝦滋滋滋 他想錯了 一點點吧 一點點吧 你不要鼓勵他 沒有鼓勵他 是罵他 以前舊的造型佔百元之九十九 現在有時候 聽說生意都會有的 心運一講生意 心運二依然舊他造型的道理 如果想過一種富豪一點的生活 1960年我已經絕對有這個資格 但是你信不信在那裡出生的時候 阿威特六四年出生 好 謝謝 待會兒 謝謝 我帶他們去木屋區 帶他們坐電車巴士 當時我自己車司機 帶他們去船那裡是最聰明的造型 每個星期一天 你游水游得多久呢 游上來的時候 你也要聽我說話 我帶上書 那書呢 到今天我都未必認爲他看得懂 是盟言的 就是比較有些很多點實 未必他當的 但是我解他聽 然後就盟風 而那些是中國人 我認為是最寶貴的 那些經驗和造型的種子 而且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吃同樣的糖水 做了四年來 每個星期是同樣的糖水 最好幸運就是 可能人家估計不到 真的生活是多麼簡單 而多麼簡單 不是說這樣就很苦 我覺得多麼簡單 是多麼幸福 這次是我們家族的背書 但我跟他改名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他們做到貴大 和太無比喻 那些小便 我還是想做到貴大 我要賺到貴大 那些東西 我可以賺到貴大 但是我都要賺到貴大 我覺得很奇怪 那個人不是說 肯去坐着站上,紫紫曬曬地 我說, 你幹什麼? 這個不讓是反的 他說不是反的 他說今天我拿去給船上的一個員工 就那麼在那裡 他不是那個船長, 是那個助手 我說為什麼會給那個員工 他說有一天上個禮拜他跟我說 他說 Richard 你好啊 你爸爸又疼你 你自己呢 家裡又有錢 所以你有很多誤解 但我就沒有錢買給我 我的孩子好像快來生日一樣 他說這個故事 我一聲不出 我只是說你唸得好好的 雖然我沒有鼓勵他一定這樣做 但是爸爸這個心很喜歡兒子 走這條路 李嘉誠衡量金錢的價值 有自己的哲學 對事業他也有自己緊守的一套 有些生意你就多多錢給我賺 我都不知道 人要用金錢之外的思想 保留一點點自己值得自我的 一點在你的內心裏面 人呢就生活得更加有意義 從八千年來發生熱鬥 七八年呢 是我解放後第一次來到東洋 在長城, 當時很多人很高興走來走去 我自己沉沉默默地對著長城外面 在門外 媽, 人間珍負鬼 人家人間珍負 人家, 人家, 人家 1949年的時候我21歲 我都挺興奮的 這個感覺全中國 是寄來一個新的希望 然後很多其他的變遷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說我們的國家搞到這麼亂 都不是我們可以接受到那種生活的風色 之後四人崩倒台 有一個開放的政策 一直是向好 1978年我回來的時候 我參加局慶 又有櫻花, 又有孟會 當時很興奮, 很激動 但我興奮, 激動之中 我只想到我能夠為國家做到甚麼 離鄉三十年 李嘉誠在1978年 第一次回中國 第二年再踏足家鄉, 潮州 七八歲的時候 有一孟很冷, 夢想起來 看見我爸爸一絲不久 這樣在這裡改變 我並沒有叫他 但是那個心呢 流落很深很深的印象 就是中國人的 中國學校那些老師在那個時代 還有知識分子 實在呢, 很多時候 真的呢 付出的就好多 收入的就好少 有一天, 星期六下午 就興趣伯伯 就跑去找我爸爸 我說, 你看看 英文都不是很難學 我給你一本書 我現在念給你聽 念了之後呢 我 就是我感覺他的表情 怎麼說 是有一些 就是很傷感 你說爸爸很傷感 其實他是 我只是知道呢 兒子喜歡讀書 但是當時的環境 是不開學 很多人 因為我們 一家人 我看到上一代 很注重的 很注重 即是,甚至你說我 我都受我爸爸的影響 當我打工的時候 我弟妹的家庭報告 公事要給我看 在潮州都是 要給我一個結婚來香港給我看 對父親的懷念 對教育的重視 令到李嘉誠在1981年 決定將百多年來一直停留 紫上談兵階段的汕頭大學 扶諸行動 他認為國家興盛 人才為本 以整個國家來說 我認為教育是絕更重要 如果你沒有好的教育 你甚麼儀器 甚麼計劃都會受到 人才是絕更重要 像美國今天 它的經濟增長 它的得益在哪裡 新的佛名 過度賺百分之八十 東南亞一般來說 就是投入多些資金 買多些製造 多些勞動力 集中在那裏租 這樣的增長 你一定要一天保和 所以整個國家 教育是絕更重要的 可能我又勵起自己 過去年紀輕的時候 失獲那種辛苦 所以對教育看得不錯 從八一年國家批准成立 到今天為止 李嘉誠投入了超過十二億港元 資助這所大學發展 前面講的這個紅代化 都已經… 大學每年經費 一億二千萬人民幣 三成由廣東省政府撥款 七成由他支付 我們就覺得 哇 整個大校園 是否能夠付錢 最小限度有一個 不是叫李嘉誠大學 禮堂很中心 是吧 叫李嘉誠很應該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不准 那我就有這個idea了 我現在暫時叫美名堂 挺到有一天他肯給我們寄的名字上去的時候 我就叫嘉誠堂 那我就跟李嘉誠說 我們叫美名堂好嗎 我就不知道李嘉誠 怎樣知道這個故事 這個圓 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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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美名堂都不准叫 只可以叫大禮堂 那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大禮堂 我們現在面對有什麼困難的問題 現在面對的就是我們如何儘快地爭取到我們的博士點 一定要讓我們的學校上個層次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我們要引進博士道士的時候 他們就有顧慮了 因為到我們這地方來就沒有博士生可帶了 這個點卡是在哪一個人手上 那你國家協會哪裡 國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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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他的規矩的話 我們要拔劍 我們才四間 應該完成公益打 就應該到2001年的時候 我們才有資格去申請 那這沒道理 我們新辦的學校嘛 這一條一定沒有的卡 沒有道理 他這個沒什麼道理 就控制你發展的時候 今天晚上在文放之前 我還以為說大家如果我們有一個突破的線路 那麼重點帶學就不容易批准給我們 對 現在看起來也不是一定的 李嘉誠開辦汕頭大學的目標 是希望這所大學能夠成為國家的重點大學 但是十七年來 面對國家制度一個有一個的關卡 大學發展並未如他所願 每次到散大 他都幾乎遇到新的難題有待解決 跟大學可以做得很好 簡本自己要實至名歸 但是你行個個真實至名歸 老老實實地上去 究竟什麼時候他才拿到批准 很多時候有個制度 你都不能夠隨心所欲 你都要有耐性 要慢慢去解釋 才希望做得好 那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給我這個博士點 那麼我們怎麼去請好的人才來 校長就希望我什麼姓 我簽個名什麼 平常我就不講出來 那今天就不寫在紀錄 我今天忍不住 我講出來 在為了善待 簽名 簽姓 上北京 都不知道幾多次 那我個人來講 所有我公司內部的業務 有的縣務是兩八個億的 就我簽個名 我都不可能 我說搞得通就搞 搞不通就不做吧 就我簽名 我不簽 因為哪一個是壯錢 這個博士點的問題 就希望盧審長 你現在戴了兩個帽子 更加有加倍 對不對 那麼 聽起來 你也 大家敬你去看看怎麼樣 如果不然的話 你再花多一點金錢 我請你再照這個老窺子來搞 對 路途也 四合之輕 人受幾何 是嗎 潮山人口一千萬 到1981年 這個地區才有自己的一所大學 大學成立兩年, 再設立醫學院 做醫生是李嘉誠的童年夢想 一直以來他都希望 自己可以幫到貧病的人 山頭大學醫學院 終於令他願望成真 我和你說一件事你不相信 這裡都有證人, 鍾世平先生在嗎 你知道嗎?1967年的時候 他證明, 因為我本來不記得 他去北京大學的, 他說出來 1967年的時候, 香港就暴動了 孟化大革命, 我就玩著他 因為鍾生是由國內派出去的 我說我想鑽根已經在神頭 我知道這裡的醫療的情況很慘 當時跟他說了, 我跟他說 我說把支票簽了銀碼, 寫了名 給誰我都不寫 我說如果世間不說就沒人知道 因為我是私人支票 後來他做不到 心理就是這樣 知道你做醫療的事 是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民族有利 政權是另一件事 附屬第一醫院 是汕頭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 配備各種先進設備 很多都是經李嘉誠親自挑選 從香港訂購, 再送來汕頭這裡 正當賦一院, 最近被中國衛生部 評定為國內100間最好醫院的同事 李嘉誠的職員, 正密羅緊谷 監督第二附屬醫院的最後師工 八月份啟用 起碼醫療之後 就道理不應該增加病床了 現在已經有1700、1800病床 都對社會有一個很好的交代了 如果生意經來說 80年代去投資內地 國時的條件更加容易 你可以回報你今天來解決 應該會好很多 為甚麼當時我不去投資 就是怕被人說一句 李嘉誠, 出資, 默默射 不值得 1978年 中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 外來投資夥伴 李嘉誠旗下經營的業務廣泛 自然成為內地省市的招商對象 中央事務大召開之後 像剛才說的 對國有資產這一塊到底怎麼處理 現在政策已經很明確了 我在沈陽已經開了一個會 把192貨企業準備賣出去 我希望和我們香港長江事業 能夠在國有事業這個合作上面 能夠有所突破 這是中國的一個經典性的問題 對於到內地投資 李嘉誠一直有保留 所以他寧願去歐美國家發展 都不選擇中國 一直到1992年 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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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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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人家投資 就要我當時一直不停投資 長江集團目前是在國內 投資最多的香港公司 投資額已經超過600億港元 項目以基建為主 雖然如此 李嘉誠在國內的投資 並非一帆風順 最近一次接受中央電視台 採訪的時候 記者問他對中國投資政策 有甚麼期望 李嘉誠毫不猶豫地說 法律要更加明確一點 性質當然也有性質 不能亂來 但是有一個明確的 甚麼可以做 甚麼不可以做 這樣令到海外投資的人 更加容易觸摸 以國家來說 中國和外面簽約 是很首合約的國家 在國際名義是很好的 但地方政府有時候可能不明白 有時候不明白一些 如果佛林更加清晰一點 清楚一點 對整個吸引外資的投資 這個很重要 所以那個制度更加現善它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你這麼多年在中國投資之後的經驗 令你有感而發 我們已經算好的 我們已經算了好沒意的了 如果有些人誤會 大家爭執 我們選得很好 可以說我們主要的是東方廣場的不同意見 其他有很多項目 我們都很順利 你可以說我們百分之八十的業務 在國內轉行得很好 是有百分之二十 和東方廣場是百分之十 十多 再有幾個百分之十是有些不同的增執 李嘉誠口中所說 在內地投資當中 最棘手、最反覆的東方廣場 是他在國內 投資最大的房地產項目 投資總額達到150億港元 這個地盤 坐落首都北京最繁盛的東長安街 和旺府井交界 秘倫天安門廣場 面積相當於兩個半 太古廣場 最初的構思是一個最好的地段 最好的設計 建一個全世界一流 最大體積的建築物 而裡面包羅萬有 最初這個意見一提出來 有些政府官員很贈成 有些人有不同意見 我最初以為是可以好旋律 因為這個對北京市也好 對中國的建築物歷史之中 也值得驕傲的事 李先生過來這邊 看前面的角度會比較好 最初的時候意別 97年7月1日 完成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建築物 當時就要用最快的速度來做 現在整個工地 六月底就會在地面停 明年的三月 全部的結構就可以工地 三月 明年的三月 九、九年三月 那就五、九月 這樣就做了半年就做了 他們都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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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廣場 在93年 經北京市政府拍板 94年動工 開工三個月之後 就因為審批手續出現問題 以及建築物設計 受到非議 而被迫停工 結果原來計劃在97年7月1日 完工的這項工程 直至拖延到97年8月 才全面復工 第一個夢團就認為這個建築物 變成全個首都 全個北京城 是最大的一個建築物 太大了 有些人就說高度不太高 又有一個問題 最後就是接衝 第一個改變就是體積 感減了百分之三十 第二個改變就變成從一座 變成十一座大廈 第三個改變就是股權 因為國內的很多機構 都想來做合族的 很想做侵入這個地方投資 現代中空都是合族的 現代他們都… 老早就佔了百分之十幾 現在變成百分之四十 而我們自己長公和記 佔了百分之五十二 另外…另外一個公司 香港的公司就佔百分之八 電話 你叫我打電話 你叫我打電話 好… 好… 北京市市委書記賈慶林 五月初親臨東方廣場地盤 參觀工程進度 這行在上任市委書記 陳希彤任內開展的投資項目 曾經因為陳希彤事件而引起益冊 受到中外注視 今天萬多個工人在地盤日夜趕工 東方廣場還被北京市政府 指定為慶祝建國五十週年 其中一項獻禮工程 這項投資幾經波折 令李嘉誠更加了解中國 我不會說因為東方廣場一件事 而對中國投資的興趣、損心 帶來不會的 多點了解、多點理解是有的 來北京這裏 你既然在政治文化 你的商業經濟 你就要放在大身為 所以看中國不能夠整體入面 所以這方面雖然我碰到 有些感覺 好像很多不同的麻煩 但仍然是了解和理解 香港調了多少人來 香港… 李嘉誠以了解和理解的態度 看待自己在內地投資遇到的問題 但是對於自己在中國實踐的理想 散投大學 他就從不妥協 一直努力推動散大 成為重點大學 我總會相信 有一天我們會成為重點大學 所以可能你們沒有畢業之前 已經成為重點大學 過去大半年來 為了突破國家 對大學申請成為博士點的規定 他四出奔跑 向有關部門說行 有 我要很小心說 我是有 我是有 而呢 結果呢 是拿到同情分 如果同情分呢 然後呢 我先說 然後他有五個口長 來審你 有沒有資格 這個全部學說的了 有沒有資格申請 我先說得福是有資格的 那就好了 另外一派專家就來了 然後來看 你夠不夠資格收博士生 這個現在已經做了 現在看大三部了 有專家呢 就不記名的投票 六月初 國家學委委員會公佈結果 山頭大學四個博士點 申請科目之中 病理學系順利過關 另外 再有八個學系 獲准成為碩士點 這個跟做生意不同 永不灰心 做生意的 原來不高興的 而且沒有錢 而且過了他 但我不會的 有朋友 甚至我同事 有時跟我說 他說 李先生過去曾經有中間一段時間 全國大學是你最急的 你錄的時間 是那個心血和你這麼焦急的 我鼓勵他 我說那一句甚麼說話 我說你明天整個大學炸平了 沒有了 一個意外都炸平了 我說我重生都會建立出來 這些房子已經賣給人了 一 二 三 四 幾座都炸平了 李嘉誠從十二歲投身社會工作 二十二歲創業 到今天 他已經工作了58年 中國在過去幾百年 空氣之後 一路一路 根本的國家是一路漁下去的 原因是對工商的兩個字 已經不太重 很多時候 協價有好的重意 有很多好的經營豐盛 令到國家財富是一日增加的 對國家的貢獻 絕對不少於士隆江那邊 司馬青 我記得他一篇課直鑾 課直傳 應該課直傳 他在說 商是負通有無 而那在我來說 知識朋友們 夢裡的教育好 研究科技的都好 工業家好 企業家好 政治家好 根本是一個社會的一個大級級 信任國客 此班受榮譽 法學博士學位主李嘉誠 李嘉誠認為對士隆功商 應該一事同仁 這一天他出席中文大學的畢業禮 令他最高興的 並不是得到平生第五個的榮譽博士學位 而是自己得到大學生的認同 你認小不怕,你認小 我大膽說一句 在哪個場面 有些很重要、很高的地位 我會永遠不會很疲惱 想去佔個位置,拍張照 但是有些人,你感覺他有學問 很值得,你是何執的 拍張照片我很高興 一樣跟那些學生對我一樣 我是一介商人 能夠在他們心目中 終於跟我一起拍張照片 感覺很恭維 有些人要照顧 只要有些人、有些人 根本阿楊 中文當年 大膽集團 目前是投資最多在海外 和內地的香港公司 作為集團最高領導人 李嘉誠和很多政界領袖 在國際舞台上 接觸面最廣泛的香港商人 這是大衛士嗎? 這是大衛士, 我們給奶 我都不說別人了 是嗎? 是嗎? 我給爹士, 我做伯豆子 這時候要開幕了 你是不是想對我們家鄉的 父老鄉親說點甚麼 你是哪個電台的? 我是帥幕電視台的 我是帥幕電視台的 我已經夠樹大招風了 假設你現在任何事 無論這件事差點是假的 都是寫我的名字下去 或是燈子, 燈子, 封面, 什麼 希望燒爐 但對我們是一種很辛苦的客人 賣出手工其實對於私人流氓 對於私人流氓 對於私人流氓 自己喜歡最高興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放假 試過跟Victor Richard在大個地方 在公園那裡 我香港吃雪糕就胃痛了 你不說我上飛機去旅行的時候 上飛機吃的時候已經不胃痛了 這個你真是生活不緊張 譬如有一天在公園那裡 雅景學買雪糕 我說我買夠兩杯 一路就是穿一條燈褲 一件T恤 一堆便鞋 沒什麼人認識你 一路走鬼這麼開心 做到現在還可以這麼勤力去做 追求的是什麼呢 第一 一種挑戰 第二 做了上市公司的最高負責任 你也想為股東賺多點錢 自己有多點財富的時候 有時候你想想做什麼事 因為對人生很有意義 你變得有錢 你隨時可以做得到 你想花錢的時候 才會賺錢 是很難的事 李嘉誠喜歡哲學 但是要他實踐明成利就 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 似乎有一定的難度 我自己來說 希望以後的事業 可以慢慢地 可以將一些一般生意事業的事 逐一感興 但我不會說不做事 謝謝 晶妮 有東西簽了馬上拿進來 好 之後我下來看看 登頭大學 經過這麼多年 從一個風霧之地 建立了幾百萬斜的喉舌 你好… 你好… 好… 我跟他在修還要摸到什麼 我有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李先生一向來 給我們的印象都是非常好 我們同學都是 有一種不解的情節 因為是他投資了善大嗎 天天走 再見 謝謝 你相信這個是有得延續的 不會隨著時間消失的 我相信一樣有意義的事 無論大和小 我還是繼續享受下去 方寸之間自己的天地 自己認為一生之中 你做了很多事 你確實是付出感情 付出時間 付出心意 去貢獻給人 這個是令到你一生 仰意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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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是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